哈喽大家好呀我是甜妹 今天我们一起来看女超人第二季第二集 杀手科本身受重伤住进了医院 却被卡德摩斯的人劫走 卡德摩斯是一个与超自然行动部对立的组织 他们的目的是杀死所有的外星人 掩掩一息的科本被卡德摩斯组织给改造成了金属人 拥有了金刚不坏之身 胸口镶嵌着一大块克星石 专门用来对付超人 当天晚上凯拉和凯尔正在家里聊天 突然从新闻上看到有个男子要跳楼轻声 凯拉和凯尔一拍即合 立刻赶到现场进行救援 没想到这名男子竟是金属人科本 他转身就要用克星石光将超人打倒在地 由于超人遇到了克星石 身体就会极度衰弱 被虚弱的凯尔根本不是科本的对手 被科本锁住脖子动弹不得 幸亏凯拉反应快 联盘用激光眼对准科本的手 才让凯尔逃了一命 由于科本不停地用克星石光射击 凯拉最后还是被击倒在地 正当科本要杀凯拉时 凯尔趁科本没注意 瞬间将他击飞 抱着凯拉就飞回了作战部 回到作战部 汉克告诉凯拉 克星石只有行动部有 而在四个月前 行动部的克星石被人偷走了 行动部内部可能有间谍 就当他们讨论此事时 卡德摩斯组织以动画的形象出现在大屏幕上 向事件宣告他们的存在 并向外星人发起了公开战争 在紧要关头 汉克立刻命令Wan制作了铠甲 用来抵抗克星石的伤害 另一边受伤的科本回到卡德摩斯进行疗伤 为了对抗凯拉他们 卡德摩斯的领导又将自己身边的助手 改造成了金属人 准备继续进行战斗 镜头一转 Wan通过金属人科本身上的元素定位 找到了金属人科本的位置 凯拉和凯尔连忙去抓捕科本 两人配合十分默契 几下就把科本打倒在地 找到凯尔要用激光眼将科本烧成灰石 科本连忙说 如果你们继续在这里跟我浪费时间 那么大都会的人们就要面临危机 与此同时 另一个金属人正在对大都会进行大肆的破坏 无人能与他抗衡 凯拉和凯尔立刻意识到 中了科本的吊虎临山之气 无奈之下只能立刻感望大都会 却发现城市已经被破坏 金属人也不见了踪影 与此同时 Wan在制作铠甲的过程当中发现 可以通过放射性原理 找出行动部里隐藏的间谍 艾莉通过监测剂 从一个试衣间里的柜子 检测出了克星石物质 由于这个部门的人 根本不可能接触到克星石 他们由此识破了间谍的身份 于是艾莉甲义派这个间谍 去运送克星石 然后跟着间谍来到了一个仓库中 正当艾莉用枪 逼问间谍幕后主使是谁时 却被卡德摩斯的人从背后偷袭 为了尽快逃跑 艾莉只能与他们进行搏斗 就在艾莉赤手空拳 对付两个大汉快要撑不住的时候 凯拉及时出现救了他 随后 凯拉和凯尔穿上抵抗克星石的战衣 主动找到两个金属人进行了交战 不料两人在分别对付金属人时 由于凯甲不禁打 一下失去了作用 在克星石的照耀下 凯拉和凯尔都被打趴在地 关键时刻 汉克和艾莉及时赶来 果然团队的力量是强大的 汉克一把拽出金属人身上的克星石 瞬间打败了他 而艾莉也一杆子上去 将另一个金属人的克星石刺穿 让他瞬间失去了战斗力 两方都大获全胜 最后凯拉也正式向艾德摩斯宣战 事后汉克将所有的克星石 用签包裹了起来 让凯尔将克星石拿回了大都会 预知后事如何 关注前内 不要错过最新精彩视频哟